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收听不得有意思 我是金贤 来 这个一生 我们都会去一个所在 书头一次 是岛尉呢 现在现场有访问的是 杨巧柔 他很年轻 不过他要跟我们说 家庭的第一堂生死课 一生一次的旅游指南 巧柔你好 金贤你好 好 其实这本书讲的是 死亡 我们大人不太爱听这个 巧柔你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你有感觉这样吗 在我自己的家人 我阿公阿嬷 他如果听到我 在说死亡 死去 他就会生气 他就会生两个嘴 我阿嬷就生两个嘴 跟他说 这不吉利啊 小朋友啊 有心没嘴 真的 你不是 你学生的时候 就做这本书了吗 对 这个大事的时候 就做这本书这样 这是一个毕业作品 不过因为他在做的时间 你们专题就筹备蛮长的 一年多 一年多 然后几个同学 然后一年多 这就不能找 你们做了很多的访问吗 对 做了 我们访问了很多 专家学者跟一般人 因为专家学者 虽然是统整了很多意见 那其实也是想知道 很多一般的民众啊 对最贴近我们一般人的 在面对这样死亡的时候 会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状况不一样 包含今天离开的人 的身份跟自己的关系不一样 那解决的方式也不同 那 你们就很年轻啊 大先生啊 怎么会想要用生死 做一个研究主题 就像我们书里面有讲到的 生这件事情啊 我们家有人小孩出生啊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 都是一件很喜悦 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像今天有人死亡 有人离开 就变成是 这个东西是不能谈的 不能讲的 但明明都是一个生命必经的历程 那在台湾也是因为宗教信仰 还有像我刚刚开头讲的 像阿公阿嬷他们都很必会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但是我们都是得去面对嘛 宗教得面对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工具 能够让大家来使用它 好 所以呢 又很理性 你看这本身有像工具书 面对死亡怎么办 要变下遗嘱 很多种 就是很多工具 那你自己在 因为 毕竟你很年轻嘛 你有面对过 什么人 戏气的经验吗 我自己的话 是在国中的时候 我的阿公离开我 也也 但是 跟阿公也不算是真的 每天住在一起 那种很亲密的 就是逢年过节会回去 那回去的时候 就都会有阿公在那边 就是说阿公就在门口等你啊 然后但是现在 就是自从阿公离开之后 就会发现 逢年过节回去的时候 就是再也不会 有阿公在门口等我们这样子 他可能就是一边喝的酒 然后一边 就是慢慢的在坐在那边 看他的那个小孩 甚至什么时候回来 但现在就不会有了 才真的意识到说 死亡是 这个人完全的离开 他就变成只会在自己的 每个人的记忆当中而已 对 好 所以在做这个 一生一次 旅游指南 你觉得一概旅游 什么地方很像吗 它跟旅游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用旅游 这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 离开就像是你去了 一个你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甚至也会希望 希望说自己都会觉得说 好我现在在 例如说我现在已经离开人世间了 那我去了一个 一定是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就不会有人希望自己离开 然后是去个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说 那他就是一场旅游 那为什么是一生一次呢 就是一定是一生 一定要去了嘛 然后那我们再怎么样 面对这个旅游当中 我们其实像我们旅游都要做很多 行程准备 行前准备啊 那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其实也是 就是死亡不是 就突然一个人离开了就没了 他其实留给身旁的亲朋好友 还有很多的状况需要解决 那如果这些问题是可以 在我们去旅行之前呢 自己先处理完的话 相信亲朋好友 就可以更容易来面对这些事情 如果我们把一定爱去的 日本人还有所有的彼岸 我们现在都用这个案 时间到你要到彼岸去 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去 那希望说是 我觉得朝日讲很好 是更好的地方 甚至有人说 不然我们先去 有一天我去那里照顾 好那但是要出发 也要准备什么签证啊 护照啊 要了解啊 免得留在另外这边花的人 不知道怎么面对啊 好所以就有这本书 好你觉得第一个面对 要去彼岸死亡 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吗 其实在我们的书里面 有提到说 其实目前因为医疗很进步嘛 所以其实我们在 真的离开之前 有很大大部分的人啦 有很大的一部分 可能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所以我们就有花一个篇章 来介绍说 其实在医院的当中 当你现在是一个 躺在病床上 没有意识的病人的时候 那请问真的做决定的是谁 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家人来帮我们做这些决定 那我们在书中呢 就想带大家来做 在还没有生重病以前 我们先为自己做医疗的预备 对 像目前像台湾也有一个叫做病人自主法 那这个病主法呢 里面就有规范说 我们可以先去做一些资商啊 资商过后我们就可以下自己要的医疗决定 那这个医疗决定是有法律效率的哦 就是就算你没有办法 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这个医疗决定来帮 来做后续的医疗处理这样子 也让家人有一个可以依据的准则啦 好 这个准备不是要去彼岸哦 那时候生老病死嘛 其实还在前期啦 打病的时候啦 其实我感觉 如果说短短的病就挂了 那个还还单纯 其实那个躺久了 第一问题也很多 而且真的没意识 谁来决定说 我们什么时候K店去彼岸哦 这是一个学问哦 其实在我们访问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访问很多有相关经验的人 他们就说 其实很常遇到的是 躺在病床上的是 比如说一个年长的妈妈 那妈妈现在 大家常常在八点档看到的 要不要把管啊 对 要不要把管这件事情 其实每天都在病房里面上演 那这个决定到底要谁 例如说大儿子说 要把管不要让妈妈再痛苦了 小儿子说 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是不是想要害死妈妈 对 但是其实反过来想 就是这两个人他们的想法都 没有人想要害妈妈 一个人想要妈妈解脱 一个想要妈妈留下来 那没有人是错的 也没有人是绝对的对的 那这个决定应该要谁来做 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大的争吵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就像刚刚前面讲 能够自己在面临真的躺在病床 没有办法做决定前 先做好决定说 当我遇到怎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要做怎么样的处置 那这样子的话 来承担这个决定的责任 就不会落在我们很亲的家人身上 没有错 我也听过 就是为了当时要放手 本来感情很好的 兄弟姊妹 后来变感情不好 还是说 这个媳妇看自己的 这样做不了 她决定放弃 可是呢 其他人不原谅她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对 有些做跟大家不一样决定的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犯态 道德风险 好像你比较不爱 那如果这个决定可以回到 本身 还是说 清晰的时候 我们来做决定 要到一个程度 假设我就已经都 无意识了 还是脑已经死了 有一些判别嘛 那我就可以决定 到什么时候 我自己决定我要放手 对 但是其实现在目前的配套做事 也不是说 我亲爱过去说 我要签说 我到时候就是放弃我吧 就好了 其实现在有一个 就他们其实有一个 资商 对 就是我们在签那个医疗决定前 其实是目前的各大医院 都有一个资商 然后就要去 做完那个资商 医生 里面还会有医生啊 护理师都会 在那个团队里面 对 他会告诉我 啊什么时候擦管 擦多长的管子 他会把那个管子拿给你看 对 就让你知道说 在 呃 那个状况下 你要先 知道你自己 会面临怎样的医疗处置之后 然后才去做决定 嗯 嗯 好 那这个是 在面对生命嘛 会较败的部分 不过我看你们书上有写 就说 毕竟一个人要离开之前 都多少还有点时间 好 那你们写到说 这个 道谢 嗯 我们有一个四道人生 这其实 不是我们提出来 是 之前 访问的老师们 有统整出来的 嗯 有四道人生 道谢 道爱 道歉 道别 嗯 当我们在最后要道别之前 我们要先跟 我们想说谢谢的人 道谢 嗯 跟我们的 至亲好友们 道爱 嗯 然后最后呢 为了不要让自己离开 还有遗憾 也是需要道歉 嗯 对 哪一些来不及说出口的 抱歉啊 就在 离开之前 就是好好的完成它 嗯 嗯 这样 那最后才是道别 对 最后才能好好的道别 嗯 嗯 那像 这些都 都做了 因为我看到 还有一些比较务实面的 例如说怎么样写 遗嘱 这个我比较少听到 我们都能寓 遗嘱 对 遗嘱 我们通常都在八点档 看到就是有人 离开了 然后再 争遗产 对 遗嘱都 跟以前要 要这样 开始弯了 才拿出来 对 但是 其实遗嘱像 有规定蛮多的 例如说 包含一些 遗产的分配啊 但其实 遗嘱里面写的 可以 不只是 财产的分配 有更多的 可能是 自己的身后事 应该要怎么处理啊 或者是 有一些 想说的话 其实也可以立在 遗嘱里面 嗯 所以像 像这种每个东西 不同专业嘛 例如说 你刚刚讲说 这个四道人生 还是说 预立 这个 这个 病毒法 医疗决定 医疗决定 那还是说 买 买 这个 医嘱 它显然是 都没同范围嘛 所以你们去访问了 不同范围的人 对 我们其实在做这本书的时候 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 我们年纪呢 就是经历过的人生 还没有这么长 所以我们想要以各个面向 来去跟各个不同的人来访谈 跟取得 我们也读了很多的书 绘本 像跟小朋友讲的话 可能我们用一般的文字 他们看不下去 我们就是用绘本的方式 来去呈现 对 然后像专家的话 我们有访问了一些 像台湾其实有一个协会 叫做 生死教育关怀协会 就是我们这本书 推荐序的郭老师 那这个郭老师 他其实长期就有在推动 一些跟死亡相关的 一些活动这样子 然后另外我们也去了 安宁的基金会 访问了相关的专业人士 所以在最后就是 我们把这些内容 集结在这一本书里面 统整在一起 有点像是 当然不可能就是 看完我们这一本书 就觉得 就是已经就是了解了 死亡所有该准备的事情 它有点像是一个 入门的手扎的感觉 来 我们继续本文 杨巧柔 巧柔以下一本职合 这一生一次旅游指南 这是家庭第一本生死书 那生呢 家庭都很高兴 谈到生 不过面对死亡 是一个学问 所以他刚刚上一段 已经说到 下遗嘱 这个有的是 要有法律层面 然后 这个医疗决定 要先决定 要有医疗层面 那有的要有心理层面 甚至有点宗教哲学层面 所以死亡不只是死亡 对 死亡没有大家就是觉得说 人离开了就离开了 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事 我都挂了 还要怎样 如果我们想要说 人家说生死两相安 你离开 可是留给别人 留给大家除了怀念 没有一些莫名的遗憾 其实要有一些准备的 对 就是如果离开的人 能够先做好自己的规划 然后让留下来的人 有一些依照的准则的话 其实可以减少很多问题 而且常常大家都会想说 我想要按照 我例如说离开的是阿嬷 我想按照阿嬷的意愿来做 但是我们如果在生前 没有得知道阿嬷的意愿的话 通常都是阿嬷离开了 怎么办 我们要怎么知道阿嬷医院 拿两个十块钱硬币 在旁边拔杯 对拔杯 最后都是拔杯决定 对 可是就是怎么会这个决定 最后变成拔杯决定 如果我们可以就提前知道 提前了解的话 就不用等到最后才就是 就是在病床前 或是在那个 墓碑前面 然后才再做这样的决定 好 这个乔柔讲的就务实 其实这些人都很友好 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 照着我们的乔柔 想要的方法 送到最后一层 不过常常是因为 也很友好 不好意思问 有的乔柔都生病了 也不好问 那对方呢 你都没问了 我也很难讲 我问你 巧柔 你自己写了这本书以后 你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 如果是你 如果 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面 也有提到说 该怎么去跟 长辈来谈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不可能 回去就劈头就问 妈你想要怎么样的一个 你想要海藏吗 就不可能啊 输账呢 妈妈可能能给脆胚 对啊 所以其实是有 可能就是一开始 例如说看到新闻 大家一起看电视嘛 看到新闻 最近新闻其实越来越多 相关的伤葬 有人离开啦 或怎样 就接着谈 就是有点像是 顺带一提的谈 或者是读书 就是我们也有说 就是像 拿着我们这本书 去谈 就是 现在有人出这本书呢 就是有人在讲这个呢 我写了这本书耶 你要不要看一下 对 其实因为这本书 我们家里面的人 有开始在讲 不然我们家也是 非常的避讳 像我都知道说 我妈跟我说 她想要海藏 我说 蛤 原来我就是写了这本书 我才知道说 我妈妈知道 她有海藏这个选项的时候 她就觉得海藏很好 她很喜欢 这样子 所以她就是她海藏 所以 像是我们在里面 或是绘本啊 有时候像讲给小朋友听 就是用绘本书籍 用故事 甚至是树木枯枯 落叶掉下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 生死的循环 这样子 所以无论是借这个 大自然 对 或是看青 或是看到新闻的时候 你就是要借势借断 很想讲 就是常常提 可能不会讲一次就成功啊 就是常常提 总可以拼凑出一个完整的讯息 但其实就是 就我们之前访问的过程当中 真的那种七八十岁 年纪比较大的 可能就真的是 即将要面临 这一生一次的旅程的时候 这一些长辈啊 反而没有那些四五十岁的 这些人 来的要害怕 真的四五十岁的人 就会觉得说 有时候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 想说我要怎么葬 我的遗嘱怎么写的时候 四五十岁的这些 爸爸妈妈辈的 就会想 就会觉得说 阿 阿你怎么说这个 这样不好啦 你还可以吃百里 你吃百里咧 还早咧 对啊 就不用讲这些 对 就是反而就会阻止掉这些 比较年长的长辈 想要谈自己的身后事的 一个机会这样子 是这样 好 好 所以我觉得乔柔已经 他已经去 他已经是 他很多调查出来 七八十岁觉得说 濒临城下了 还是讲一讲 四五十岁还不肯面对 现实比较多 对 四五十岁的这些年龄惩罚 会 他比较没有办法去接受 这件事情 对这样 那你像一些 较多会 他也愿意去谈 说以后他怎么面对的 那他们会想要讲什么 我们其实是之前有去参加活动 是就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 生死教育关怀协会的郭慧娟老师的一个活动 他办的活动其实就真的就是直接谈 他那个活动主题就叫做死亡咖啡馆 在这个活动当中呢 大家就是去谈 我想要怎么样被 我们怎样的来 殡葬的处理啊 或是想要怎样 他就甚至用桌游的方式 就是直接谈了 没有避讳说 就没有像我们前面要很迂回的讲 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遇到的这些年长的长辈 他们就是说 对我想要这样 我的兽衣想要穿成什么样子 我想要打扮成什么样子 我的遗照要放什么 我都已经先讲好了 里面的阿公阿嬷 每个都是非常的 踊跃的在说 我以后就是要那样子 我觉得那样子比较好 那也其实蛮开朗的 其实大部分的 像有些在安宁病房的这些年长者 他们其实也是愿意去谈这一块的 但是就是要有一个契机 让他们去说出来 因为真的不会有人 就是突然逢人就说 我要怎么葬怎么葬 对 不过我觉得首先 我们也不要去先预设立场 说阿公阿嬷一定不想谈 而是说有机会有机会 就谈一下这样子 对就是慢慢的讲 他们是很OK的这样 对通常其实应该是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你自己呢 你做过了这一根书以后 你有没有想有一天 你面对的时候 这书上所有的你都会照做吗 是指我自己遇到 我面对我的死亡的时候 会影响你的人生观吗 虽然你这个年龄以后 你们一定是假霸力 可以先想一想 但是意外就也很难说了 对啊 所以我们自己像 其实在我们在做这一本书的时候 像我们书中有提到的一些 医疗决定啊 甚至是器官捐赠 我们的组员就有一起讨论说 要去做器官捐赠 当下也就签了器捐的器捐卡这样子 那也有跟家里面的人提到吧 就是也透过这本书的关系 跟家里面的人有讨论到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爸爸妈妈就会说 你那么年轻讲这个干什么 但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都是 可能会发生意外 是这是谁都说不准的 那我们就是 我也会去提说 我想要一个怎样的方式 像里面写的遗嘱也是啊 大家常 其实有的人 有听到有人说 他们遗嘱会常常更新 对 因为每一阵子 他们的遗嘱想要的是不一样的 我会 不过遗嘱更新 这个也算是合乎现实啦 因为你可能你的心意 人是会跟着环境动嘛 所以遗嘱会update一下 对啊 就是可能每个时期 想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然后想把自己想要留下来的话 都可以留着这样子 对 好 我们现在访问到的是 一生一次旅游指南 其实一说就是说 我们人一世人都要面对一次啦 可能就是要去天上报道 你说家庭的第一堂生死 可 因为同样 我们死去一个亲人 这是整个家庭是会面对 嗯 不会 大家就觉得说 啊我死亡就是我死掉而已 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但其实 真的面对死亡带来的一些伤痛的 都是留下来的人 嗯 所以很多 疑似 很多的决定 我会觉得其实为生者 是因为他也需要走这些流程 对 而且我们在访问的过程 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论点 是他们觉得说 像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摘纸莲花 这么要这么麻烦 还要拗啊 每一层一层这样拗 他就说 但有的人就说 摘纸莲花这过程中 因为一家人聚在一起摘 对 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 反而是可以让大家 就是做一个家庭的凝结 跟共同来就是 怀念这个离开的人 嗯哼 好你看 就是摘纸莲花 所以每一个家族 可能是他的宗教的信仰 可是他如果是 同样的一个动作 一个科医 你会觉得 好像有互相支持的感觉 互相疗愈 而且我有看过 那个在纸莲花 摘纸莲花的时候 大家就会再说 阿嬷你知道以前怎样怎样啊 开始开启了回忆之旅啊 对 让大家可以就是 透过做这些事情 能够释放一点 就是这些悲伤的情绪 跟互相疗愈 嗯哼 好 一生一世 旅游直男 很正好门的是 这个杨巧楼 他还是作者之一啦 对 好 这本书哪里买 这本书是目前在 就是伯克莱 跟金石堂 这些网络商城都有买 好 想要面对现实的 上去找一下 对下你真是好门 好的有艺术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